大家好,这里是湖北恩施滚龙坝村 滚龙坝位于湖北省恩施市崔家坝镇 村子四面环山,已经有八百多年居实了 大部分村民都姓像,是明初欠过来的 明经两代,像是一门出了不少人才 最高官至川湖五省总兵 清代末年,村人向子美是同盟会会员 曾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湖北省财政厅资议 现在滚龙坝还保留了不少老房子 大多建于清代到民国年间 是典型的厄西山区民居 包括狮子屋、长街岩和老虎山三处屋场 每个屋场又由烽火钻墙 石器天井 暴轻冲楼 正房和厢房作成 建筑细节考经 石木雕刻精美 反映出这里曾经的繁华 在村落周围 分布有古墓群 埋葬着自明代以来的相家先祖 2007年 滚龙坝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 然而近些年 这里保护的并不好 大量的老房无人打理热气倒达 然后在原址上又盖起了新房 葛龙坝逐渐失去了独土的原报 如果再不加维修 这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将在数年内完全消失 毛坎山象石族人古墓群 分布有实体处分堆 或圆或长 不被形状各异 著名的明代相家三种精也埋在这里 距离已有360多年 而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坟墓 早已埋了标记 也没在荒草中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